黃藝男子來公園散步 遠遠就看到自己的朋友 快步上前 卻根本沒想到已經陷入危機 日前雙方嫌棄 一碰面就爆發口角 緊接著扭打成一團 只見白藝男猛力推倒對方 這時已經持刀狂刺 傷者幾乎是無力反抗 公園裡頭其他民眾 驚覺事態嚴重 圍上前勸駕阻攔 勸家衛國反倒讓自己的衣褲見血 發生在11號下午1點半 台北市哈密捷這起砍人案件 公園六滑梯旁血跡斑斑 十分嚇人 監視人員來回採證 並且找尋作案用胸刀 他原本是要在公園旁邊削水果 所以隨機拿起水果刀 原來49歲零性傷者 跟64歲許姓兇嫌早就認識 不久前兩人共乘機車發生車禍 被載的兇嫌追討五千元醫藥費 卻遲遲沒有下文 這回碰面 腦羞成怒 憤兒行凶 造成被害人左大腿右胸 左手臂都有刺傷 割傷遭連砍三刀 口角也不是什麼嚴重的事情 你把人家砍三刀送醫 這樣子不是嚴重的事情嗎 那個水果刀為什麼砍傷 沒想到持刀行凶 還大言不慘 犯賢口中的只是水果刀 難保沒有致命可能 這下把人砍傷送醫 非但討不到這五千元 還得面臨刑責 因小事大 記者黃家瑋 何惟榮 SNG小組 泰北報導 討論者雙方 好 好 好 谢谢观看